第一次和军校学员同坦竞技 参加金武贵军事项目对抗赛 作为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的唯一一名女队员 她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两天一夜的野外竞赛中 党面临坚持和放弃的选择时 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 军事记事本期播出 清华语兵比武技 下期 感知中国力量 军事记事 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清华大学举办的2015金武贵军事项目对抗赛正在进行 对抗赛要持续两天一夜 能不能不拍了 而在第一天的下午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的女队员容娇 对刚刚比完的课目感到傲慢 这是刚才拍摄的发明 汉菜队的救命队员被分为了两组 一组队员完成夜间搜索项目 而荣焦他们这一组留下来完成野外素营任务 四五分钟卡 两分钟实现一组任务卡 九分钟实现实现任务 几分钟实现实现任务 对 前面三个 后面两个 先三后两个 反正方向到位置 然而 这个看似简单的课目 却包含了很多的战术背景和要求 而荣焦他们完成的并不好 帐篷门是从南的 你们的帐篷门朝向不同意 小靠去 前开去 小靡紫子的任务 紫子的任务中 你们扣布店有两次 一次 手续都没了放 第二次 执行任务时 没按任务标准 帐篷门 我们也朝下南 小靡紫子 军事行动中 帐篷门要统一朝着道路的进出口方向 当有敌情出现时 便于收散隐蔽 或者采取行动 而清华大使偷鹏生参赛队的 地底帐篷 达错了方向 另一个被扣分的地方 恰恰是因为荣焦打帐篷时 他把自己的枪从身上拿下来 发掌母千万放扣分了 这个项目并没有看到的比重 还是扣分了呀 这项不要开了 参加京武北军事项目对抗赛的 有34支队伍 他们是来自各军事院校的学员 以及四所地方大学的国防生学员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是第一次参加 荣焦是这队队伍里唯一的女生 并且刚上大一 年龄也是最小的 因为自己的差错让全队扣了分 荣焦好长时间都不能转变自己的情绪 这个咱们已经经历了是吧 咱们经历了没有 这个方向和圈面 咱们第一次正式训练 难免的 你让我们下次来 还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下次你又不来了 下次你来 你来大队来 你把我的一分地也给出了 下次你就不来了 你都毕业了 就是刚判罚的时候觉得还挺生气的 就想着你把枪卸下来的话 搭帐篷更方便一点 要不然那么沉 而且老晃来晃去的 不方便不利路 比较靠近实战化的 你真正在行军打仗的情况中 你枪卸是不能离开自己的 因为你离开自己的话 如果突然遇到什么奇迹 你反应不过来 在比赛中 荣娇把枪从身上卸下来 是实战化意识不强的体现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 手上没枪还怎么战斗呢 而在队友的安慰下 总担心自己拖后腿的荣娇 再次露出了笑脸 那接下来我们还能拍一个吗 可以 第二天到站六点 军事项目对抗赛继续进行 所有参赛队员都要乘车 激动到另一个陌生地 这里就是陌生地域 但真正的比赛课目 并不是在这里进行 参赛队员要根据地图上的坐标点 自己去找 一开始就是艰巨的考验 如果不能在两个小时内到达任务地 他们就无法展开这一天的所有课目 成绩为零 方圆三公里的地形错综复杂 更没有明显的参照物 一个小时后 他们还没有到达指定的任务地 情况很严重 情况怎么严重 就是我们定位一直没定位好 然后现在也越走越偏 小路从小路到大路上也很难定位 如果超时会怎么样 超时可能后面项目都进行不了 可以啊 走走走 最终我们在预定的机械地点 见到了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 就到这个点是按时的吗 是按时的 没有超时是吧 成绩都还算了 新的任务开始了 队员们要先将前方观察到的一个疑似化学武器存放点的坐标信息 上报给指挥部 然后才能展开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 得知按时抵达这里 负责警戒的容胶也松了一口气 感觉现在刚刚抵达第一个比赛坑目 然后就有点累 差点找不到是吗 对 要真的是有时间的这个关键 就是要抓紧时间 然后因为前面走错了一段路 所以后面每一个朋友都跑过来 虚惊一场 对 很累的 一定会粘着下去的 不管有多累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是真正艰难的科目还在后面 要想逼近那个疑似化学武器的存放者 队员们除了要戴上方舵面具 还要胡复通过这个低桩网 戴着防毒面具 闷热窒息的感觉令人很难受 考虑到容胶的体能是否跟得上 它被安排在最后一个通过 在进行了两个小时 负重25公斤的长途行军后 容胶的体力已经所胜无几 然而它并没有挡退堂股 哪怕是一顿一顿的向前爬 过来低桩网 携带单兵对抗激光模拟系统的宽态队员 马上遭遇敌情 躲避敌人火力 搜索隐藏在房屋内的敌武器信息 所有的战术动作都将让队员们耗费更大的疲力 现在班长要解除你们的装具 然后向我报告 你们在里边 几个火力点 三个 出发 手榴弹投掷是这个科目的最后一个环节 但就在容胶他们准备打卡计分时 一个后果十分严重的情况出现了 里面什么情况 什么东西 纸卡 那是干嘛的 卡卡用的 掉了会怎么样 不知道 此时容胶再度陷入一番傲劳 它现在的样子和两天前有很大反差 在前的适应性训练 这个倔强的女孩为了缩小和男队员的差距 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 然而现在容胶怎么都想不到 好不容易完成了艰难的任务 原本绑在队长手上的紫卡却不见了 眼看别的参赛队都超越了自己 容胶沮丧极了 请问一个裁判 那个死卡如果丢了会怎么样 有些成绩就没法记录了 可能会 就是成绩作废 在军事行动中 情况比较紧急 然后你可能不会注意 它就会掉 比较小 卡非常重要 卡要丢了 就是以前所有证的分 全都 全都在那卡里面 因为刑军任务此卡不慎丢失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的成绩 很可能无效 接下来 他们会选择退出 还是坚持比赛 面对挫折 他们是否由勇气迎难而上 军事机时正在播出 清华女兵比武器 向前 丢失了行军任务此卡的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 并没有退出比赛 他们选择继续行军 而下一个比赛地点 离这里还有七八公里软 过了一个小时 记者追上了荣娇谈 怎么了 怎么都受伤了 不是 是以前 就是证念 有老伤 有老伤 然后出发了 走路太多 也就出发了 好几个 你感觉怎么样 我的脚疼 但是我没有伤 你没有伤 对 我没有伤 他们都 其实他们都有伤的 高度的都伤 伤得很厉害 关系还有很大的负重 被拿很沉 我觉得压迫太大了 尽管队员们的 老伤复发 但要想按时到达 下一个任务点 他们必须继续前行 途经路边的医疗点 进行简单处理后 参赛队再次上路 此时记者发现 荣娇好像哭了 而这个个性要强 性格倔强的女孩 似乎并不想让别人看见 对了还行吗 行 去这万言的山路 变得越来越难走 队员们随身携带的 干粮和水早已用完 他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 还要帮助受伤队友 扛起背囊 而这一切的困难 都没有让他们放弃 照顾你先去前面 留路去 来我来我干上 你别这样腰容易受伤 行 那个是啥 照顾你先去前面 走走 怎么样感觉 感觉结果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是 我身边的人 是不是哭了 是我注意错了吗 没有 自强之士 护得之士 怎么可以掉眼泪呢 没有 队长看见该骂我 没事 对于荣娇来说 或许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到 完成作战任务 所要付出的艰辛和代价 她也更加深刻体会到 战友二字的含义 任务并不会因为受伤而终止 一个小时后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 终于到达新的任务点 参加战场急救的科目 荣娇他们感到情绪紧张 又一轮新的敖战开始 秦 这个组合科目的比赛背景是 战斗班在迅速搜救转移商业后 还要克服各种障碍 最终歼灭敌人 在体能严重透支的情况下通过障碍 对荣娇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眼前的高板墙更是荣娇难以应对 两天前荣娇参加适应性训练时 因为身高体能和男队员的巨大差别 没有攀上高板墙 并且其他队员怎么尽力的帮助他 也很难见效 那么现在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天一夜的比赛 荣娇真的能创造奇迹 顺利翻越高板墙吗 这一次荣娇只用了一次 就成功地翻越了高板墙 并且他和队友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上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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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这是一个高度为2米5的水平梯 就算是体力充足 女队员要想通过这个障碍都很艰难 为了节约时间 队友们决定把荣娇送到水平梯底部 让他从上面爬过去 然而从水平梯上方通过 荣娇仍然要消耗巨大的壁物 并且要克服孔涛 第一桩网是通过障碍区的最后一个环节 此时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对荣娇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和队友们共同经历了磨难和考验 荣娇的顽强意志和品质 早已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夜幕降临 在终点顺利完成任务的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走了出来 他们最终完成了金武碑军事对抗赛的所有课目 你们是比完了是吗 对 比完了 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感觉怎么样啊 爽 爽 第一次这样一个经历非常激动 我们是一个团队 不仅收获了我们之间友谊 更收获了跟兄弟院秀 跟其他战友之间的一种友谊 我想说我们还会再来的 我们不仅学习稍微好一点 军事技能也不能比别人差 光我们清华二字 清华加油 尽管比赛过程中 清华大学国防生参赛队丢失了行军任务词卡 但按照比赛规则 除了打卡技师 还有人工技师作为参考 因此他们的成绩基本有效 最终他们获得了国防生参赛队定向越野第一名 和总成绩第三名 大家觉得荣江表现得好不好 好 说实话 很痛很累 这真的是实话 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就有翘有泪吧 虽然有很多磨难 然后皮肤上也出了很多状况 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别团结 特别有爱 就是相互帮助的一个机器 三日不忘取消 明年再来 一 二 三 清华加油 明年再 这一刻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荣江可爱的笑点 短短几天 却凝聚了成长与进步 付出与收获 这是一次险象环升的边防巡逻 一千三百多米的海拔落差 让这条巡逻路的环境变化破端 潮湿闷热的原始密林 毒蛇 毒虫刺虑 水位暴涨的小黑江河湖 一场陡峭的民间小路 不不让人步步惊心 巡逻困兵历时四天三夜 挑战生命极限 勇闯死亡丛林 他们能否完成巡逻任务 军事纪实 近期播出 冰溪巡逻记忆